妈 我们等啊 儿子 儿子 你们等一下 老大 你平时应酬多 来 这香酒啊 你拿回去喝 谢谢妈 老二 你从小就喜欢吃豌豆苗 这是妈刚从地里摘的 来 你拿回去吃 谢谢妈 对了 弟弟 哥哥突然不想喝茅台酒了 哥哥 哥你换一下吧 没事的 妈 妈 大哥 那我就先走了 老大呀 你别怪妈 老二他不容易 三十八了 还没找到媳妇 弟弟 弟弟啊 弟弟啊 这个外豆苗太老了 也给你吃吧 弟弟啊 妈的老房子啊 马上要拆切了 封了两套房子 一套留给妈养老 另一套就留给你了 大哥 这个房子我不能要 什么啦 翅膀硬了 学会跟你大哥我点嘴了 那你拿着就拿着 我跟你嫂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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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城里面买了一套房子 已经装修好了 要是妈这个房子再留给我们啊 也是浪费 对 再说了 你老是在外面租房子 还没娶到老婆呢 妈的这个房子就留给你了 大哥 妈的这套房子我真不能要 我只是妈捡来的孩子 你闭嘴 我们两个都是妈辛辛苦苦养大的 你说这话是不是不想弄咱妈啦 大哥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老大 你不要吓唬老二了 老二他胆子小 老二 你就听你大哥的 我 董事长 董事长 原来您回老家了 这个是合作方送过来的定金五十万 剩下的八百万 下个月三十二号打到您的账户上 您说好 我知道了 好吗 没说 还有董事长 这个是咱们公司的新产品 银丝抹布 着急请您定个价 这个网格设计的钢丝洗碗布 我已经测试过了 它不会像老钢丝球里面 材料很多脏东西 不好清洗 还掉皮丝 它的摩擦量 清洁量 都比老款抹布差很多 开得不仅杀得干净 而且又轻又软 不会伤手 更不会财留下痕迹 清理厨房 轻松去窝 而且它四周还有精细的锁边 看我怎么使劲 它都不变形 而且它还不再有 用水一冲就干净了 以我看就定价九块九十条吧 啊 董事长 这么好用的银丝抹布 您确定定这个价格 没错 我确定 哎 等一下 要不这样吧 这款洗碗布 家家户户都用得着 只要现在下单的 或者来 我只不接购买的 九块九十条 我再加十条 总共九块九二十条 还给大家包邮 你去拜吧 什么 九块九二十条还包邮 这 好的 我马上去安排 弟弟啊 我这里有些钱 来 你拿着 以后啊 留着装修用 大哥 妈 我该怎么报答你们呀 傻孩子 你说什么呢 只要你过得好啊 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报答 是啊 弟弟 生儿未养 断职可还 生儿养之 断头可还 未生儿养 百事难还 妈 大哥 这辈子 我能和你们成为一家人 是我最大的福气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相信相爱的一家人 老公 我回来了 老公 我回来了 你回来没有啊 我好累啊 能不能帮我拿下东西 我突然想起来了 咱们家的鸡蛋没有了 我让小卖铺送一点过来啊 喂 是小卖铺吗 你好 女士 这里是110包紧中心 请问你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哦 我家的鸡蛋没有了 你能帮我送一板过来吗 女士 你是遇到什么困难不方便说话吗 哦 是的 我家的地址是在热门村九弄95号 麻烦你们赶快派人送过来一板 我老公他们会给你们钱的 好的 女士 请你保持冷静 我们马上过来 不对啊 大哥 他刚刚回来看到我们的时候 明显退后了两步 刚刚打电话的时候 眼睛还明显眨了两下 他肯定是装的 就是 赶紧把家里值钱的东西拿出来 大哥 你们别生气 别生气 我家有钱 我给你们拿 我给你们拿 大哥 你们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呀 少废话 你住这么好的海景别墅就拿这点钱 赶紧再给我拿点 好好好 我拿 我拿 算你识相 你那瓶子里边绿油油的 是什么东西 拿过来给我们检查一下 好好好 大哥 我这瓶里养的呀 是屈纹竹 嗯 这是什么东西 兄姐 你见过没有 大哥们 这个是竹板 又叫屈纹竹 现在夏天一到啊 蚊虫多了 它的叶子所散发出来的独特香气 可以驱赶蚊虫 所以叫屈纹竹 哦 这个屈纹竹 确实不错呀 那好养吗 大哥 这个屈纹竹啊 一年四季长绿 有水就能从红 是出了名的耐阴植物 家里的瓶瓶罐罐都能将它养好 放在家里啊 不仅可以净化空气 促进睡眠 它善于吸收空气中的有害物质 又称活体空气净化器 而且啊 寓意也很好 极强如意 竹报平安 哎 大哥 这么好的屈纹竹 我们家里也应该多养几盘 嗯 但这个价格一定很贵吧 哎呀 不贵的 大哥 九块九三颗 还有肥料呢 哇 这么划算的 这些我都要了 哈哈哈哈 什么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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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可能是送鸡蛋的来了吧 嘿嘿 送鸡蛋的来了 你可别耍花样啊 小鸡走 我们去看一下 小伙子 你的钱包掉了 哦 谢谢你啊 等一下 怎么了 还怎么了 我的钱是不是你拿了 哦 没有啊 你的包掉了 我就交你了呀 没有 那我的钱去哪了 然而它长翅膀飞了 让我搜一下 哎呀 小家伙啊 我说我没有拿就没有拿 你搜够了没有啊 烦死了 哼 哎 你这个包里抓了什么 让我检查一下 哼 算不倒霉 夏天到了 蚊子太多 晚上睡不着 这可怎么办呀 来看一下我们的防护 小姑娘 大哥 现在夏天到了 蚊虫都开始上班了 我们这个防护凝珠你要不要带几何回去用啊 小姑娘 这个防护凝珠 我没用过呀 我之前都用的是蚊虫啊 它是怎么用的呀 大哥 我们这个防护凝珠啊 很好用的 咱们都知道啊 香毛是蚊子的克星 我们这款防护凝珠啊 它的主要成分就是香毛精油 它能散发出淡淡的香毛香味 不仅可以驱散蚊虫 还可以净化空气 像咱们平时户外运动或者居家旅行 使用都很方便 而且啊 把它放在客厅 卧室 卫生间 这样啊 就再也没有蚊虫的困扰了 而且啊 它母婴皆可用 干了以后呢 再加点水就可以重复使用了 小姑娘 这么好用的防护凝珠一定很贵吧 不贵的 大哥 夏天到了 咱们家家户户啊 都用得到 凡是现在下单的 九块九三盒还包油呢 哇 这么划算啊 我都要了 拿着 大哥 要不了这么多的 你就拿着吧 这些钱啊 本来就是你的 不用插电 不用点火的防护 您就大家看一下啊 夏天蚊子多了 姑娘 姑娘 你这个有没有整箱的呀 哦 有的 有的 啊 去给我拿一下 我要多一下 好的 好的 你等我一下 我马上来了 不好 大哥 整箱的来了 哎呀 人呢 怎么奇奇怪怪的 小姑娘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 来 这个钱你拿着 以后出门在外 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财物 原来是这样啊 谢谢你大哥 谢谢 这可是我卖了一年的防护凝珠 才给我孩子攒齐了学费 这个钱要是丢了 我孩子的钱可就上不成了 谢谢你大哥 谢谢你 你 因为你 你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